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大家好我是Stev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次呢比较不一样 因为农历区越快到了 所以我打算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30多年以来 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那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人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别忘了追踪我的IG 我认为呢 其实我的体质不太算是敏感体质 但小帮手都会说我是敏感体质 因为我确实到了一些地方 有时候会有可能头晕啊 头痛或是人家说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发生 但不见得是每次都会 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人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三个小故事 刚好分别是在我小时候 学生时期跟初社会的阶段 如果不怕的人就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个故事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刚好 很多灵异节目是非常深情的 尤其是鬼话连篇 就是这种类似的节目很多人在看 那包含我自己也很喜欢看 我弟弟也会跟我一起看 每次看完呢 我们都会一起去回房间睡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小时候 我跟我弟是跟我爸妈一起睡 睡在他们房间 那是那种上下铺 那我睡上铺 我弟睡下铺 那我们的旁边对面就是 我爸妈的床 好那 房间里面挂了一些相片 有我爸妈的结婚的照片啊 然后还有一些照片 那另外一个最令我印象深刻 是一张 小婴儿的照片 那个小婴儿的照片 是从哪里来的 据我了解 他是我妈不知道去市场的哪里 就是看到觉得很可爱 就把他买回来的 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家任何 一个亲戚的小孩 或是他认识的小孩 就是随地买来 好那每次看完 我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刚好在 假设这是我的床上铺 就是下铺 他就刚好我躺着 如果我是这样躺着的时候 他就会在我的正上方 所以我只要 人躺着的时候 眼睛会朝上看嘛 就一定会看得到那张照片 那他的大小呢 大概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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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算算蛮大的 就一个横的照片 这样子而已 那我躺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 他眼睛好像 在看着我 就是我躺着的时候 这样子看的时候 他眼睛好像这样 朝下看 好像就是眼球 是往下在看着 那我就觉得 很奇怪 但我就不敢面对他 就背对他睡着 那有 有几次 我在我妈的房间 玩的时候 然后就会发现 好像走到哪里 他眼球 就会跟着看到哪里 当时觉得 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 心里就会毛毛对 所以就变了很多次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不太敢正面睡 我都一定是 撤睡 反正就是背对他的 或者是面对 挂他的那面墙 完全不敢躺着睡 因为躺着睡 看到他 我就觉得 他一定在看 我会莫名感受到 一股压力 但这个还不是 最奇怪的事情 最奇怪的事情来了 自从我发现 有这件事情开始之后 我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不论是我小学的时候 甚至我 我中的时候 到我高中的时候 我只要睡觉 常常起来都会有 大家俗成鬼压床的情况发生 那个压的状况是会压到就是 你常常会感觉 你已经 没办法呼吸 全身不能动 呼吸已经 听到最后大概 人家憋气 可能正常的憋气 三几秒 那种 痛苦 极限 已经没办法喘气的那一瞬间 我才挣脱的开来 而且这睡觉的地点 不是局限在我的床上而已 是我 如果我跟我爸妈出去玩 在车上睡着 或者是我坐火车出去 在我身上睡着 公司上睡着 都会这样子 所以会变成那段期间甚至都不太敢睡觉 就会觉得 我每次起来都会面对这样极大的痛苦 所以我就很不想睡 但他直到我高中 应该是高二吧 我终于 说服我妈把那个话丢掉之后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一次 也没有发生过 一直到现在 几乎都没有 所以我认为 所有的状况应该都跟耐服化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也有其他的改天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来听 第二个吧 第二个是发生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从高中 可以打空 高二开始 我就开始在便利商店打空 所以一直到大学毕业都在便利商店 好那一次 刚好是暑假期间 就是大家都放暑假嘛 我一样就是 打空的状态 那刚好突然 上班期间接到同学打电话来 电话就想 铃铃铃铃铃 就说 诶 因为我大学大都叫Coby 他说Coby 等一下要不要去烤肉 我说烤肉 去哪里烤肉 我在上班 他说反正我们也那么快啊 我们要去夜烤 我说哪里夜烤 他们说外双系 我说好啊 可以啊 但我上完班可能 最快下班也要 11点多吧 那我在骑到外双系 我可能要11点 40、50才会到 他说没关系 因为他们那时候 刚好可能在附近的丁号 刚买完而已 叫我直接跟他们约在 丁号后面 然后说OK好 到他们那里大概也差不多 晚上快12点 其实跟我算的时间差不多 他们也买好就一起去 烤肉就往山上外送器 扑扣骑上去 那我们就刚好看到了有一座桥 那一座桥 他旁边就有个路灯 路灯就往下照 照到了一块空地 那空地旁边就有条小溪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那空地考 所以大家就把摩托车停到桥上 就从旁边走下去 走下去的时候你会穿过那个桥底下 走进桥底下的时候其实很暗 但你会发现 还是看得到的 那桥底下很多一些石桌椅 桌子上面都有磕那个象棋的棋盘 所以可能是平常也会有人在这里摸动 OK那我们就穿过桥底下 就到那空地就开始雾翅 那不知不知又弄弄弄 大家就微微微 做成一圈 这样子 好那我坐的位置呢 就刚好我身后背对那条 后面就是那条小溪 那小溪上面其实我后面 正后方看有做小桥 那我们就坐下就开始聊天了 然后就考一考考一考 大家就聊天嘛 那 你也知道年轻人 其实真的是年轻人都这样 大家都 不怕死 就觉得 好啊 没关系那 既然这个时间 好像蛮适合说鬼故事 所以大家就开始在 起意说要说鬼故事 好那因为我 从小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变得 很相信这种东西 但我也不会说 非常贴实 但就是尊重 那我就跟他们说建议 要一些外装戏 反正就比较 陰一点点 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 但还是 抵挡不了大家的 一言一语 所以最后还是开始讲 讲讲讲讲讲 大概讲到一半的时候 大概一行人大概 十二十三个 讲到一半的时候 就突然听到 背后 那个山上传来一个声音 是个类似小朋友的哭声 所以我们当下大家都吓到 我就转头 好像没有东西啊 只是那个声音 就停止了 好像没有东西 但我在转头的那一瞬间 我发现 吸的对岸有一个猫 在跟我对看 所以我发现那只猫 我就跟大家说 没有啦 应该是那个猫啦 因为猫的叫声嘛 有时候猫的那个叫声 很像小朋友的叫声 大家就说啊对啦对啦 所以大家就转回来 转回来之后 原本提议的人 就又说要继续再讲 那我就想说 情况不太对了 但大家也没说什么 就继续讲 就讲 才讲到第二个 第三个的时候 那个声音又出现 哇 哇 哇 这是很明显的 其实在我耳边 大家的耳边出现 但下意识 你还是会会转头 因为就会觉得 后面是空的嘛 所以我们就转头一看 诶 没有东西耶 一回来 哇 大家吓到 有一只猫 那是黑猫 我看到那只黑猫 不知道是同一只 但就是黑猫 他站在我们 烤肉的那个架子上面 重点是下面还在 正在生活中 他竟然完全不烫 他就站在上面 然后就默默转一圈 说了一眼 就跳下去 然后就往我们走过来路 走进去了 那大家就吓到了 就晚了晚了 不对劲 情况不太对 就怎么会有猫 不怕烫 有办法站在上面 大家就把 火灭一灭 然后东西收一收 哇就赶快 一哄哄散就散了 散的时候 他一定 事情结束了 西山也没了 我就跟一个 祝永和的同学 比较好 就一起骑车回家 骑车的时候我就一直骂 我就说早就说不要讲 你看 讲了遇到这么诡异的事情 到底想怎样 一路跟他一起念 念到 我要跟他 他要往永和起 那我要左转往辛亥隧道 大家也知道辛亥隧道的 传说最多了 其实辛亥隧道的传说太多太多 大家可以上网查 有什么 会有白衣 你只跟你招手 或你可能会遇到鬼打枪 出来 很多类似的传闻啊 那意思讲不清楚 那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 很有人说过不能看照后镜 但怎么可能 骑车不看照后镜 所以我下意识 还是会看嘛 所以我就 骑骑骑骑进辛亥隧道的时候 我没记错那时候时间 刚好应该是 凌晨快三点的时候 那刚好四下都没有车 所以我进辛亥隧道 其实只有我一个 所以我一进辛亥隧道 没多久就下一次看一下照后镜 发现 有个人站在隧道口 我想说奇怪 我进来的时候 应该没有人才对 那个人 到底是谁 所以 会好奇嘛 我都会把速度放慢 我想看一下他到底 怎么了 是不是有需要帮忙 结果在 放慢速度 仔细看我照后镜的时候 出来 就往我这里追了过来 我就吓到了 所以我就赶快 油门我就吹了 吹了油门之后 我就一直加速 就他就 叫我后面越跑越快越跑越快 然后我 再看一次照后镜的时候 他是已经 切在我机身旁边 跟着我一起跑 结果那个人是 人家烧纸扎娃娃 金铜玉鱼的 那个店 是那个小女孩 纸扎小女孩 追着我在跑 我当然吓到了 油门都没放过 但他也 没有超过我 他就一直在旁边 追着我 直到我出隧道口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照后镜 然后站在隧道口跟我 挥手 好 那他用意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我认为他是可以追到我 但他一直没有 来对我怎么样 有可能 只是跟我再玩吧 你们觉得呢 那我们看 第3个故事吧 第3个故事 是在我现在这个工作 好我本身是从事 仲介业 所以我人家所谓放地产 那我们是专门做 租赁为主 常会带客人看店面 那有些店面可能一空 就是空 很长段时间 甚至 之前可能做的行业或干嘛 里面可能比较 潮湿或隔禁很多 等等不一定 那我 这次带一个客人去看 东区的一个店 好那个店面前身是一个餐酒馆 那他一楼是卖 卖餐的嘛 那地下室他就做酒吧 所以那我们的习惯都是要带客人前 我们都会提早到 尤其我又对这案子不熟的时候 一定要先去开门啊开灯 客人来的时候 我才不用再去找灯 我才可以 好好跟客人介绍 好所以我就 一样习惯就人间提早到 提早到一楼 我把一楼都打开了 开开开开开开 之后 就看到要下地下室 好那他一楼大概四十几平 然后地下室也差不多 所以其实 是蛮大的总共有八十平 现在地下室起来 我就有个预感 就心里就起了一个 不安的感觉 但当下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 完全没有跟这个人家一起 因为那一刻我以前刚刚退出 没有很久 所以我也没有想太多 我想说 就找灯吧 然后一下去 哇 好暗 完全找不到灯 我用手机 手电脑打开 看了很久 然后不知道灯在哪里 因为他以前 地下室就是做酒吧 所以他很多那种 柜台啊 或是那种小包厢 隔间隔间很多的 然后就 变得他整个空间 其实是真的 蛮暗的 因为都是密闭 酒吧版就会这样 完全找不到灯 然后就每个门都开 好不容易走到最底 开了一个门 一打开 是 天井 因为东区其实很多老房子 他是有那种大楼会有个天井 然后我就想 天井这里一定没有灯啊 打开的时候瞬间里面是有亮没错 但是因为没有灯 我开这个也没有 我想说先关起 等一下等客人再来找 我就觉得 感觉就怪怪的 然后就想说赶快上去 然后关门的时候 就往楼梯走回去 走回去我就一直在念 什么都很设计 那个灯到底在哪里 我都找不到灯 我真的就心里在那里睡念 就突然我在踏上楼梯 低阶的时候 有个声音在我耳边 在这啊 我吓到我直接冲上楼 冲上楼之后想说 哇靠 死定了 给他怎么带客人 然后我就赶快打给我的主管 因为我主管跟我拟运气差不多 他也听过我 常常遇到这件事情 我跟他说 没有办法带客人 请派一个人来支援我 然后他就马上派一个同事 来支援我带这客人 然后跟那同事说 等一下你下楼梯的时候 你在楼梯附近找到灯 有可能灯在那里 结果果不起来灯就在楼梯 楼梯是这样下去 他坐在楼梯那个斜的背面上面 他灯全部都在那里 然后我同意就说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说 因为我上楼梯的时候 声音跟我说 灯在这 然后他听了他也觉得很猫 我也觉得很猫 然后就想算算 反正客人就看完 那我就 就离开了 我就没想那么多了 我原本以为就这样结束 结果 真的还没结束 大概过了两个礼拜 我去找一个我国中同学 我跟他很好 那他就是一个电脑工程师 所以我电脑的问题 都请他帮忙 有一次我就拿了电脑向他家 请他帮我修 然后在修电脑 我们就开始闲聊 聊一聊之后 突然不知道怎么就聊到 灵异相关的 然后我就想 对讲到这个 我跟你说 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情 我开始跟他叙述叙述讲讲讲讲讲讲 讲到最后 说我要听到那个声音前 我说 我听到一个声音说 我在这啊 然后结果 在他房间里面 珠珠的角落 突然就发出一个声音说 我在这啊 哇然后我两个对开一眼 我就问他 那个是什么 他说 那个是小米音箱啊 我说小米音箱他怎么会讲话 总有一个关键字才可以开启 他说对啊 我示范一次给你看 他说小爱同学 你好 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我就说对 所以他的keyword是小爱同学 他说对 可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小爱同学吗 他说没有 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把一些奇怪的东西带来我家 我说我也不想 我怎么知道 都两个礼拜了 他还跟着我啊 大家 也是这么觉得的吗 欢迎你们跟我一起讨论 就是到底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会搞不懂 但之后我还是 没有虚妙的买买 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就还好 所以就 这样就让他结束 那以上呢 就是我分享给大家 本身工印象最深刻的三个小故事 好那其实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不要免疫性 但也不贴心 就是互相尊重 保持好 关系就好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加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加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